哈喽大家好 断根了几天啊 第一个是因为受伤了 没怎么出去 第二个这两天也比较忙 可能没有好多内容给大家拍啊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位 马克雷的高材生 刚刚已经给他聊了一会儿了啊 感觉上 你看啊 不管是过方便 应该说是算是排在前面的了啊 等一下慢慢给大家介绍一下 ok 我们进去做一做聊一聊啊 看一下啊 前两天的这个基本上好了 这里的干巴少一点点 这个脚上的话就麻烦一点点 估计时间久一点 不过基本上好了啊 反正粉丝们也比较关心 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 也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现在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 感谢粉丝们的关心 他的名字有点拗口 等一下还是让他自己介绍吧 刚刚聊了一下 确实各方面的条件 数字段是比较好的 还是让他再做个自我介绍 我再去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哎呀我刚刚想插两句话 都没插进去 你看他这个口才 真的是 文而故的 本来我还希望中间给他 介绍一下 刚刚大家应该听到的 马克雷雷 是乌干达最好的大学 他还是政府给他付学费 因为成绩比较优秀 像一般的 Hail if you pay some school fees yourself how much one time if you pay your school fees it depends on the cost some pay $1 million, $2 million, $3 million, individuals даже 5 this year when you were when you were getting started and i am waiting to do get a job but i want to英后 and make a family together and make a family together 大家其实你看短短的一两分钟 跟之前的说实话 没有彩排的 我就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但真的来说的话 确实感觉给之前的差一点的 层次感觉或者档次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看这个牙齿比我的要白多了 其实今天说实话一个意外 想不到说实话还有这么高速的一个女孩子过来介绍 并且一个小时 他过来本来说我们约去外面 然后我又不方便出去怎样的 我就叫他过来 他给我说车费一万一 精确到一千的 像有的可能就一万五两万 因为毕竟来说 也知道从过来打摩托车大概的费用 但是有的就不一样会乱开架的 所以说这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个女孩子过分面的情况 你给我来回我还是给他三万 虽然说不多 穿着不都ok 三万的话反正他毕竟来说也耽误了这么多时间 当然他现在应该是毕业不久 也是在找工作这一块 就刚好前段时间有人提到这个东西 所以说今天过来见一下面吧 他现在忙着回去了 ok 今天这个木瓜树砍掉了 背后这个公芒果树 直播的时候很多粉丝说公芒果树也砍了一下 这芒果树这么高了还不接芒果 那后面又是教堂里面 炒得很难 今天这个女孩子无疑第一印象很好的 因为也是这两天好几个粉丝看到他的照片说见一见 因为我之前没有见过嘛 所以约他过来 差不多有十来公里打摩托车过来的 第一印象 说实话我这个人也不说谎话的啊 就刚刚拍他介绍的时候 没有第二次就是让他想了半分钟组织下语言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但流利啊 也比较清晰思路 所以说 这种跟他们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啊 包括之前看到的那些 比如说镜头方面这一些 马克雷雷是这边最好的大学 能拿到政府帮忙出学费的 确确实实也是风貌灵脚的 也算是比较优秀 好像刚刚搞忘了是学到那个社会科学吧 前段时间联系 因为是跑到很远的乡下 我看了一下他之前发的定位 一百多公里吧 应该是前两天才回来 也是在附近 好像是同一条线路的嘛 所以说今天要过来见面看一看 反正大家也看得到的这个情况 我们也不是把它吹嘘的很好 当然算是在我视频当中 出镜的是比较好的女孩子了 颜值谈不上很好 但是也不差了 只是可能身高矮了一点点啊 好了啊这段时间商业恢复过来了 其他事情也差不多了 我们尽量的就保证日更 直播的话每天再开 但是因为网络的问题 有的时候效果差 就没开多长时间啊 水果甲的大女儿 办护照因为是罗旺达的 好像波折多一点 不过现在也就是等护照下来了啊 到时候 谢姑娘也算是有个外国女婿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拍摄到这里啊 喜欢的点击关注